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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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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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山鼠这个成立于1975年的戶外品牌很活泼可爱 除了件来自《紫环王》故事中的秘营所之家 其他的产品命名也都来自他们北欧神话 而且难能可贵是潘山鼠坚持使用环保回收的线维材料 哪怕成本比全新材料贵十几倍也在说不惜 而我品牌对于环保追求确实很固执 对于材质与工艺的执着和坚持呢 也是潘山鼠区别于所有其他戶外品牌独特风格 现在这里是干涸吧 如果雨水多的话 会把山上的石灰园全都冲下来 整片就是全白色的 不过现在雨水不是很多 就是青涩的河水 自家的几十种专利技术 有部分独特的工艺和材质 只有一家工厂紧为盘山鼠制造出来 这也很能硬称他们的slogan maximum safety for you, minimum impact on nature 这什么鹰啊 一个骨架 酷 那一圈 这个光泽都很漂亮 刚刚没有看到这座山 现在露出来了 走了到现在是三点半 走了五个半小时 这边第一眼看到的山已经开始飞光了 走吧 除了材料有众多专利 潘山鼠的服装版型剪裁很特别 招牌的鞋拉链设计是不会顶住下巴 同时领口贴近皮肤的位置还有细腻的织容 衣服有很多不规则不对称的彩片设计 对于加工跟制造来讲呢 这其实会更复杂更花时间 成本也会随着上升 不过带来的好处就是特别合身的使用体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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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一路撿拉银你看 向导的包脸塞还是全发劲 鞋脱了 够狠的 越来越深 哈哈哈哈 大部分北欧品牌的版型还是偏高瘦身型的 不过我穿这两件衣服不管是肩宽胸围或者是异常 在版型与剪裁的设计上已经做好了足够的考量 完全不会影响到我的活动 剪短后长下摆更适合户外使用 by the way 身上这件CMF的马甲我会另外再分享 没关系 扯我们下山了 对对对 快了快了 很快了走到湖了 不用问我这里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走着走着就到了这一片蓝色的湖 上面就是用雪山雪山溶水冲击下来的一些石灰 然后带着矿物质形成这片湖 所以它有个天然的蓝色 现在已经是接近五点 我们走了大概有快七个小时了 其实不会很累 还挺轻松的 因为走走停停拍照玩一玩这样子 很满足的一次徒步 很不错 各位有机会来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 真太漂亮了 哇哦 哇哦 看一下你帽子 嗯 嗯 野鸡毛 嗯 野鸡毛 等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就 不要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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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这这么好的环境 丢这么多垃圾 我有垃圾袋 剪了快剪了 应该有 也不剪了 找一下身上的袋子应该能装完 所以回骨的时候它倒倒还好 我会補就还好 我会補就还好 一天之后它就会被装地裤掉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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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讲了一大袋垃圾 再点个二发 对很蓝 特别蓝 欸这里已经有个什么 监控 监控出入 对 很好啊 看一下到底是谁丢的垃圾 MOTHERFUCKER 现在已经下山了 告别雪山了 走了7个小时 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下去之后就有车接我们回去住的地方 这就是这趟徒步之行 基本上能看到的一些自然景观 我觉得还不错 当然每一次来的不同季节 不同时间走的路线不会太一样 所以看到景观也不会一样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 我到时候把向导的联系方式贴在下面 你们如果来玩可以找他 他真的人还不错 他真的人还不错 看到了 看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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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confus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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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還不錯 尤其它的鋒帽設計很好 兩邊這個位置拉緊 然後後面這個位置 用拉爪 它都是那種非常簡單的結構 沒有什麼彈簧開關 袖口也是 我很喜歡這一點 拉緊 揭開 袖子也足夠長 手錶什麼的可以藏進去 然後它的 口袋設計就那種 燈頂用的它只有兩個口袋在這裡 下面是沒口袋的 方便你 背包的這個 繩子 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上身效果 還蠻合身的 裡面我已經穿了一件抓絨 一件羽絨 看不出來吧 FIT 碰上雲南雨季的末尾 輕盆大雨的情況確實不多 但綿綿細雲了 依舊絲毫沒有停歇的跡象 這一天在羽絨雪山的半山搖椅 從早到晚滴差不多7個小時 雖然雨量不大 但累積在身上的水珠也越來越多 還好盤山鼠自家的防水技術確實過硬 我內層的衣物絲毫沒有著鏡頭 真理裡面濕度是非常高 拉開透氣拉鍊也能很快把出汗帶來的門熱排出來 雖然我喜歡的就是盤山鼠自家的酷炭科技 具備於傳統充紅衣面料製造工藝 酷炭科技不含任何碳浮物質 不管是對人體還是對環境 都有更小的負擔會更加友好 同時還有足夠的彈力和舒適性 保證非常好的防水透氣性的同時 降低了不少活動的噪音 對比同級別防水能力的過程式來講 卻是安靜了很多 傳統的硬殼衝動衣 夸夸作響的噪音 不會出現在盤山鼠的衝動衣上 感覺 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 霧越來越大了 現在是1.40 這個山裡面的霧是能見度很低了 但是真的很舒服 除了常規暑假能看到出瑞士藍標認證 再生巴斯不具顯暗的 Duracode耐磨塗層等等的轉力技術之外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叫RECO的標誌心道路 從上面介紹和優大臂這個反射器 可以看到這個救援系統 通過反射器反射救援對鞋帶的探測器 放出雷達信號 來精準定位這個需要被搜救的人員 當然我也沒有體驗過這個救援系統 完全不想體驗 中心住院在座各位都用不上這個好嗎 出入平安 封帽設計除了立體剪裁 還有貼心的頭盔帽子的彈力固定 就算你沒有戴頭盔帽子的時候 也有細膩的紙容護著你的額頭 封帽可以保證跟你的頭一起運動 不會影響你的視野 隨便 ответ 感谢观看 总的来说,不管是固执地使用高层本的环保材料 还是仅仅一间工厂成功制造的独家工艺 翻唱组这品牌貌似一直都是一个仪式而独立的存在 很多时候对于户外菜鸟来说 出于感受大自然的时候不知道要选择什么装备 那现在多了一个不会错的选择 盘山鼠的用家们或许会听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用不上它就别买它 记得在你的遗嘱里写好 由谁来继承这件衣服 听起来好像十分高傲的一句话 但确实能够准确地表述盘山鼠这个品牌最核心的价值 就超高的专业性跟耐用度 现如今除了在户外场景使用的硬核高性能单品之外 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做三下系列 off the mountain的日常直线 在保证有一贯的使用性功能性 对环境友好的制造工艺 以及盘山鼠独特的美学风格设计表达 三下系列的目的就是为喜爱盘山鼠的人 提供日常生活亦适用的简化单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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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期影片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一些內容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你有幫助的話 希望你們有意見上面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記得點一下訂閱了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吧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